好 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來主持雪凌 有馬二 激花先生 贏者 今季新版的暫時就下個禮拜才開始 因為很多都還是一兩集 應該說接下來的季都是復復的 都已經相當精彩了 我覺得已經看到那些Line-up已經覺得 新柯八四天王了 又有兩天王這次就有了 過了戲了嘛 有些人看暫時都沒有人看 應該是 我知道是會有一些類似 除了那兩套皇后的名字 韓戰都市 那些就特別多話題性 另外那兩套就再看一看 留意之後新版 當然大家都知道 舊到我們還有一兩套是還沒說的 當然 通常精彩的都是放在最後的 精彩通常是有兩個定義的 我們精彩是有 就是真是好看 還有真是好難 那我們先說一套好看 我真的是這樣說的 這套你真的要想 我記得你在新版的時候已經說過 我今天這個新版錄節目的時候 我唯一會認認真真地說的就是這一套 之後我也是用了一個比較幽默的方法去說 這次我們也是用認真的一套說的 那就是Gardaman的耳櫃 Prowse Insights 沒錯 這一套呢 我覺得真的屬於動畫裡面的小數 它真的找了一個社會性的問題出來 而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 它也叫做什麼呢 它不是%答案 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些是%不到答案出來的 我相信其實一個社會問題 不會有真確的答案 即是它應用在不同環境的時候 每個國家的環境不同的時候 它出來的答案 或者是好 或者是壞 都不一定的 我覺得動畫不會給到一個確實的答案 你是很合理的 不是不是 你要明白 很多動畫都夾了社會性 民生性的議題 但是問題是 好視一套吉祥明 一季來說 它可以集中這個重點 和是蟬縮得很清楚的議題 以及裡面的展開 不會讓你講得相差 動畫是展開完之後 總之這套動畫來的 就不用這麼認真 這套不是 它會給你一個私有空間 但又不會很流地過去的 很多時候一套動畫 講一個社會問題出來 通常就是 它開頭開得很好 但是它收尾那裡總是不知為什麼 很奇怪地收尾 但是這套就不會 或者我會再精確一點這樣說 其實它不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 它是一個人類劣根性的問題 社會都是由人類構成出來的 我想正正就是 我記得上個禮拜的舊番的時候 或者是前個禮拜 我有點不太記得 總之就是阿樹玲都講過 現在動畫很流行 就是好像很有深度的門面 有一個社會話題就拋出來了 好像有些事情想的 但是之後就正如有馬說 就是去到中間 我既窮了 作者開始 然後就決定 噢 滑了它算了 沒有答案 很簡單 就是你拋一個很深的題目出來 不難 但是你要讓我們知道 你有沒有做功課 這方面才是最難 我想正正就是這套動畫 我來聽它的名字 這個副標題是 Incights 今集 因為其實正如說 社會問題幾乎沒有可能有答案 因為人多 也有自己的弱點 但是它給了一個看法 就是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 嘗試做得更加好 還有我覺得這樣說 它這套東西 其實它有一個優秀的地方 就是什麼呢 除了你說這些叫做 比較現實的社會層面問題之外 它其實沒有離開過 就是 今集是作為一套 英雄片 它是沒有離開過 英雄這個主題 嗯 這個才是 它將那個主題 融入了它現在 英雄這一個 的群組合裡面 我分類 我依然是一個英雄片 但是我是探討著 一個社會問題 但是二季來說 我覺得它 英雄那個 那個元素 其實已經少了 我會這樣看的 大家要留意 其實在十二集裡面 小初不停是 提出的一個問題 什麼是 他那句好像在唱歌 但是其實 他是不停拋出一個問題 究竟 怎樣才會為之英雄 其實這首歌 第一季已經在唱了 應該說這個問題 其實已經問了24集 可以說 雖然很輕鬆地說 英雄是什麼 但其實是一個很難答的問題 尤其說答案是 小初至少他身上 其實從來都沒有變過 但是人怎麼去接受這個答案 是更加難的 我會說 其實我覺得 甚至乎 他為什麼一直在提出這個答案 這個問題出來 其實不是在動畫裡面的角色說的 甚至乎 我覺得是給觀眾知道 沒錯 他根本上就是跟觀眾說 因為其實 你不停聽他這句的時候 就是跟著劇情走上 你就要重新 你會對英雄 你會有一個定義 因為他這裏說的定義 他是回歸這次的主題 這次的主題 其實是一個所謂氣氛流向的主題 而這個氣氛流向的主題 可能就是說 就算我們 就算我們在座四位主持 我們對英雄 是有一些共通的特性 我們是會認同 這樣才是英雄 但是在一個細節上 我們是會有些東西會認為 我覺得其實這樣才是英雄 每個人覺得英雄的definition 都會不同 故事主題裡面 出現了一個病態的社會流行 在裡面 我是需要完全統一而止 就是說 你中間不可以有絲毫的分岔 而這件事 大家在故事裡面 這件事是一件很噁心的事 其實他在騙殺的是什麼呢 其實你再不是人 因為在人性的定義裡面 這件事就是 我們是求同傳義的 我們不是像我們看過 過往很多動畫 像Marcos也好 突然間有隻蟲子說 我們全班蟲子都在想同一件事 就是 你都會不理解 說 你是不是瘋了 那些不是人類 所以 那個所謂 由朱華莎 他們提出 那個所謂一心群體的理論 其實 你一開頭說 好字好正 但是 他那一心群體的理論 就是說 我們真的要完全 所有人都是想 都是向那個方向 那個思維模式發展 你不能夠有其他思維模式 不是 他的想法是很理想化 但是我覺得 一件事他不會有絕對的正面 可能 他有這個優點的同時 他也會有相對上的缺點 但是 他的想法 就集中了 在他的優點上 很淡化了 在自己的缺點 或者其實 故事裡面 其實分開了幾點 我看這套動畫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我是很少動畫 我是看一集 我是看一集 看十五分鐘之後 我是要記錄錄士 再看十五分鐘之後 我要再記錄錄士 不是 那些是看不明白的動畫 應該 我是記錄錄士 我是看到些什麼 他好像寫了一份筆記 給那些學生 看完之後 有什麼思考 其實一開始這個故事裡面 其實 由 無論是新的產法眼鏡 出場 開始 零木 到 Givasa 和 所有的吉就明 有意見分歧 其實 那裡集中了一個議題 人類究竟是否必須要進步 不進步 是否不行 又或者說 你信不信任人類的進步 我會說 應該說 至少零木那個派 就說 人不需要進步 人本身其特質 或者其所容納的進步 空間其實很小 他不相信人類 你先看你 現階段 人類其實就是猴子 不適合接受這個力量 直至他們 可能不知道之後 可能變回真是人類 有自己的思考空間 才給他們力量 他不是否定人類 他不是讓人進步 他不是現在進步 不是現在進步 零木那種感覺 就是說 其實是靠這個系統 其實走得太快 他不是反對這個系統 他沒有提出過一個論點 就是 現在的人類是否需要進步 他沒有答過這個問題 而他只是告訴你 這種力量 不應該由現在的人類去持有 等同於 其實我會用過一個例子 就是什麼 歷史上就是 核彈 一開始就是開發核彈 那一人都說 其實他們開發了一隻惡魔出來 是不應該由這個時代的人 擁有這隻惡魔的 他們全部成為了混蛋 這是一個名言 這句一句 因為他們開發了一些 就是 根本不應該由這個時代的人 他們還沒有那個程度去掌管這種力量 所以才會發生很多不幸的事件出來 雖然我不覺得 是給大眾看的一個模特兒 我可以說 如果我可以用Claus 可以做到這些事件 你是不是決定 你們是要用這個 其實 他信人類的 你看到他有一班手下 他沒有很信任 他信人類 但他信人類是 少數人類 262吧 只有2的人是信人 剩下的8是不行的 告訴你 他說過阿淚的一件事 就是他走得太快 他沒有否定過阿淚要去隔身人類這個要點 他只是說 你只是太急重 你太急重就是將人類達到現在的高度 人類進化是經過幾億年的進化 才會進化到這個程度 你想壓縮到一兩年 你就能夠成為一個鋼血煞辣 是沒有可能的事 他批評阿淚的做法 就是拔苗助長的做法 即是他不可以循步漸進 就是一步登天那種 大家明白 如果看第一季就知道 其實這個進化是一兩集的事 因為第一集大家 第一季發生某些原因的事 才會令到全部人類有Claus 但事實證明了 那一兩集發生 全部人都有Claus 全部人都變成英雄之後 就不代表那件事的人 那一刻可能做得好 但之後代表他們 都懂得善用這個力量 即是像核彈那樣 當時發明出來 是有一個原因性有需要的 但過了之後 怎樣處理 我會覺得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第一就是 寧牧其實是沒有什麼意識 是覺得他拿了Claus的力量之後 他需要進化人類 因為我記得三馬好像提過 就是當時我給你那個NOT 給你可以賦予Claus的力量的人 但你什麼都沒有做過 你是什麼都不需要 對他來說就是 那個故事裡面 他也是提到 他為什麼會拿回這種力量出來 因為 阿雷拿了這種力量出來 他基本上 他是想這種力量 暫時再收回它 到他 他認為 他覺得適當的時候 這種力量 才應該要公開 這個是大一點 其實 當然你說故事裡面 其實阿雷本身 其實他是一個 理想主義者 也都是劇情裡面一直都強調的一句子 他不停是講革身 某種異常 其實他是想說 必須要革身 但是他 他說一個人類應有的形態 應該是要這樣的 給了一個很高的 理想層面 其實是 是的 但是你不可以否定 有些人是善 不代表所有人都是善 甚至乎 他那種意識 太理想化 造成 那些事件 就會演變到 靈目那種 好像有些擔心 那種感覺 就是 阿雷是相信 人類大體 是善良的 只要大體 人類是善良 而大家持有同一種力量的話 數量是一定會壓過邪惡的 而事實上 這個也是第一季 最後出現的結果 就是 無論是雷也好 還是雷也好 最後那一刻 給了Klaus 就是因為他相信 不是像沙馬那樣說 人類是得惡的 其實給他力量之後 可以賦予善良 然後做一些好事出來 而Jubasa那個案子 雖然他一開始 你覺得這傢伙真是不容老 這個人大體上 就是他這樣說 熱血腦衝 不是熱血腦衝 為什麼你要迫我進化 我是不是不進化 就是做 在第二季開梁的時候 你經常說 雷前輩你說話太深了 可不可以簡單一點 他太蠢而已 不是太深 而其實 應該這樣說 阿易不是不想改變 阿易是覺得是什麼 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去改變 其實你見到的 他跟雷在對答裡面 其實他自己在自相謀論 他一直說 我覺得不進化也可以 為什麼一定要迫著進化 其實現在大家開開心心就很好 大家一起笑 傻笑 哈哈哈哈 然後其實他有提出的一件事 他覺得他自己想改變的時候 我就改變 他也不是否定改變 所以其實他在說那個理論 他是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這個就是典型的小 可能見識比較少 就是阿淚網的全人類 例如未來世界的進化 但阿易只是想著自己 只是想著自己 那我自己開心就行了 我想做就做 那女子 他知道什麼說法 還有阿易的說法 就是沒有思考 那個位置其實是 他自己想不通 然後他又把自己想不通 這件事就認為 全世界都想不通 所以就說 那不如全世界都不要更新 即是說 你又考一百分 他又考一百分 他又考九十分 我又考五十分 不行 全世界都要考五十分 這樣才公平一點 但我覺得他有趣的地方 就是這個 傻巴沙說的 其實是另一個面向的善 和另一個面向裡面所說的正義 一直都是在強調 是一個善惡之分的時候 他這裡開始進入另一個階段 就是說 正如傻巴沙自己也說過 嘩 吉祥明 不是就是 為什麼要分那些二七 二六二的東西 為什麼要討論這些東西 我們只要拯救人就可以了 我們只要救到世界上的人 帶來和平 那不是就是正義嗎 其實這個他說的東西是不錯的 的確是很正確的事情 但他代表是不是這樣 就是一個實際上好的東西呢 我相信其實他的能力上 不會有阿雷那種 阿雷是一個長期的目標 大家現在看到 就是在那個時間點裡面 就是Karls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認為是什麼 現在 他們想不到方法 fix 想不到方法 他們最簡單就是什麼 等同於一部電腦 聽到機器之後 不行 搞不定 吃機 回撥 最快的方法 就是停了機器 這個是最快最簡單的方法 而顯身就是什麼 這裡出現了第三種 第四種 第四種的人就是阿雀 阿雀那種就是什麼 其實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他沒有否定過任何的理念 他覺得任何理念 只要達到目標 因為圍本的人 就是說 他一開始都說他支持 他支持阿雷 然後出事後 就好像一個靜客一樣 說 不行的 這件事 現在我就改變了 好聽一點 剛才你說的那種方法 不好聽一點 叫什麼 一場 頭草 我覺得不是這麼差 應該是說 阿醬那個想法 就是他知道 他幫這個 雄面我認識人 還有蘇巴沙他們去選 總理那一刻 他知道這件事 一定有些弊端 但他覺得 我所得到的成果 會大過那個弊端 所以我決意去做 他某種意義上 他是想要一個 現況的社會平衡 因為老實說 我不覺得阿醬是一個 很蠢的人 但他是一個很現實的人 我會說他是一個 效益主義者 但一個道行未究的 你明白 他知道自己去到哪個地方 我沒有阿呂那麼厲害 看得那麼遠 沒有阿醋那麼厲害 竟然看得到超未來的世界 我知道眼前 發生這樣的事 為什麼他呢 用最簡單的方法 解決這件事 就是怎樣做 他有計算過 但他計算得不夠深 我會為什麼說 他只是看一個現況 因為老實說 Karls是一個什麼 而理念可以最終達成到什麼 但現在Karls發生了問題 他是為了平息這個問題 他用了一套 完全逆向的理念 逐巴沙的理念 去蓋過了 封殺Karls 所以其實阿醬本身 其實對他來說 這些崇高的理念 對他來說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當前 當前就是 總之我還沒死的時候 我看著環境 一片歌舞聲題 大家有酒喝有錢賺 就算數了 就算數了 出事就解決他 跟他的職業一樣 他是一個政治家的秘書 上季派公務員 記住 今季節升到秘書 這些公務員出生 但他都發覺 他是一個政治公關的人才 甚至我覺得 有個字是很適合他的 他的字就是 Change 即是當遇到現況有問題的時候 他尋求解決方法 但他不是提出一個方法出來 就是看現況有沒有方法去解決 他就去選擇那種方法 跟著就是 剛才好像各位主持這樣說 當另一種方法出現問題的時候 他又看看現階段 究竟有沒有其他方法去解決 再現實一點這樣說 不是這樣做的話 我哪有路 我就是靠這個東西賺錢 那很多人在這裡開玩笑 真的不要緊那個手上 緊的手上也是 另外就是 當這個所謂的 手機投票選手上 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這裡我們看到一件事 現實大家都可以苦心自問 我們其實看一個人 一個可能是政治家 幫我們管理這個國家的人 我們往往其實 我們不是看他的工作能力 我們是看他什麼 噢你有外語 噢你說錯話 噢你說髒話 噢你說髒話 我覺得你不行 駱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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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 不是因為很自然 其實就是 中國有一句言語 就是 你是以人為本的 手上齊家治國平天下 如果你的人品有問題的時候 他就連生到 你治國當然一定不行 他出問題的時候 人們就很自然地想到 你這樣的人 我怎麼放心 將國家交給你呢 就是很自然的事 我手上就說了一句 你們真的是什麼時候 這個問題最主要就是 你在這個職位的人 我就不當你是人 老實說 你試想起這件事 他根本不當我手上是人 為什麼手上是不可以說人的事 因為老實說 你沒試過說晦氣說話 這句晦氣說話 代表什麼 我個人的感想 他們說 你個人的感想 就會影響到你私政 影響到私政的話 你就不公平 你不公平的話 就對不起你的職業 但是當中是沒有說過 臨力問題 你又知道 你回到上季 上季手上都是 援和錢爆肚的 然後被人插 其實手上一直都是 總之有些不開心 就爆肚 發脾氣 我想這件事最現實的地方 就是 他這裏反映的選舉 就是我們一向在選舉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都一樣 所謂的選舉工程 其實是一個形象工程 你相對地去講你的政綱 理念當然要講 但是更加是做好你的形象 你攻擊對手是靠黑材料 靠攻擊他們的人 只是在現在這個網絡的年代 這件事更加無限地發大得很厲害 你很多時候網上充斥地說政論的東西 你會笑哪一個議員 說錯一個中文字 說錯成語 去說一些言恨上的失言 失態 所以我看到這個角色手上 在網絡面前不小心失言 說錯成語的時候 我是相當有共鳴感的 但是正正香港都有很多 香港都有很多的政客 所謂的 我不是幫他們 但是你說的個案是 老實說 我是看你 就是說 你真的看那個議員做什麼 其實是 他幫忙通過了多少個法 老實說 我難聽說他 我告訴他慢慢抱著女兒 抱著說 哇 搞錯 你可以抱著這麼漂亮的女兒 我不行 這個和他的政治能力 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大哥 他抱女兒是他的事 不過就正著一仗 德心點出了就是 其實現在是用這個氣氛 講這個形象 講這個形態 主要講形象 去選舉 所以某種意義上 其實他說希望世界和平這個理念 我深信 在他內心裡 那個世界和平 其實挺樓曲的 或者這樣說 他這個最搞笑的一件事 就是我覺得 正如說明所說 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但他其中一個 可以說是挺不現實的 一個很理想的東西 他是一個很現實性的 不理實方案 意識政治上 做得到世界和平 是重要的 那發春夢的東西 人人都會 但是他很痛 政剛要發行一些 比較發春夢的東西 是的 他就會覺得 雖然我做的事 和我心中的理想背道而馳 但是他們用石家摩拉波去助選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當你說 Durasa 他出來選舉的時候 他做的事情 都是一些就是什麼 阿婆 江馬路啊 我扶你啊 那類型的 其實就是形象工程 就是形象工程 那類型就是 我覺得他挺好人 如果他是一個好人的話 他應該 做首相 都不應該去哪裡 你看到這裡 一直 或者 這套不是選戰 所以他沒有 他沒有就是 去攻擊就是 作為一個外星人 你有幾多年 自覺經驗 如果你說這件事 他已經死了 你不是單單說 我有信念 想改革 我想令到這個世界 變得更美好 講我都會講 沒有的 有些情況 好像美國 Train We need train 你做了些什麼 不知道 總之就是train 有些氣氛 反而覺得 那套劇想講的 其實不需要講 你有自覺理念的事情 實際上 你做一個好人 在選民中 有好的形象 他不停在印象 那件事就是 二六二法則 其實就是不停在印象 其實只是一班 隨波續流的人 尤其當你用了這個 手機選舉 令這件事更加容易 每個人更加輕易去做到 好像說 按一下就可以了 你只會更加融立到 一單更加大範圍的猴子 去做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 阿象很明白到 就是 為什麼我用社交網絡 用這些方法去做 更加容易 因為我現在融立一群人 是更加容易受這些人的影響 我們其實更加形象化 在動畫裡面 他就用了一個bubble 去表達 就是那個人 現在的思維 那個傾向 去到什麼程度 其實你看到的 阿象 他不跟阿初 或者阿爺 住巴塞哥 阿爺 一個完全中立 符意識 阿象 其實某種意義上的 是什麼 違反疑犯的 就是他什麼都可以 違反疑犯 只不過是什麼 我的反對是不重要的 我想要的 是一個結果 我不喜歡這件事 也好 只要他能夠 帶來效益的話 never mind 做吧 所以見到就是 無論 好像說 他們在選舉工程裡面 付阿婆 說 馬路也好 什麼都好 阿象的內心 思維傾向 其實沒有變過 他知道這件事 其實沒有 我知道 大家都假裝 做戲 做鬍子 他有不蝕 但覺得結果做到 也沒關係 結果做到 沒有所謂 262裡面有八個人覺得很偉大、很棒 但就是那兩個人其中一個 超乎馬路而已,困棄而已 不過算了有用,無所謂,照做 這樣就是 最終就是眼神手上就失言 再加上就是這些所謂的社會流行 就覺得這個人又說壞話 又好像看不起我們的國民 不如選那個新的 就好像現實中一樣 只要你一個火種起了之後 只能夠不停燒下去 其實有些市民說了這件事 無所謂,試試先吧 不用死的 他們覺得就是 我們開大旗的 我們到時不滿意他,就把他踢下來 罷免就不行 這些日本國會最流行的 我覺得相比之後 甚至他們沒有想過罷免他 這件事就覺得都無所謂 之前他應該會投管山 只是覺得其他那些都沒什麼料到 不如先投注這個 其實他們是不在乎的 我程度上 不在乎 其實他們沒有了解過他們為何要選 這個就是思考問題 就是說 你們有沒有想過 你等於是說 好像現在你選改 你有沒有想過你選票的意義是什麼 不是說 覺得這傢伙有多有趣 又有多美女 壞鬼 起碼電視機仰眼片 沒有啊,在二集的時候 如果你看過那些人的反應 就是在一個外星人做一個選舉工程之前 甚至連對選舉的人都沒有興趣 所以他才能抓到這個位置去拿到他當選 這樣就是 而Rasa 他的做法 應該說他行駛政治理念是什麼呢 總之 大家把你們的意見都說出來 我收到所有的意見 然後再整合就是什麼呢 你當他是一個好像中央那個人說 結果就是 哦 80%幾%就答是 20%答是 所以正確答案是 是的 這個不一定是一個正確答案 但是這個會是 那個國家的人民 大多數會選的答案 但是那個是不是一個正確答案 就不知道 有兩成人說不是 你這麼說 Say yes 但這個某程度上是一個實驗 就是一個最直接的民主 當你沒有一代議事 你自己沒有一件事 只有你自己去投票決定之後 在這一節裏面 由他做首相期間裏面 他收集叫做 不同的 叫做 那種形象 就是他收集不同的民意 他不用下區 他真是很外信 我也有下區 他最後都不確定 他的下區方法 卡 然後就 那些科技進步 我認識人 我認識人 我知道 我不是我認識人 我一向都說 其實都是說 說262的問題 就是說 有很多人就有 其實好像你住了 那些公務員就說 不變就多好 他最初你看到的就是 Draxler 他定了策略就是什麼 沒有啊 全個國家 只有我一個公務員 其餘全部都炒了 然後 減免物稅 物稅 老實說 你拋出一條問題出來 你說 派錢好嗎 好 我當然是說好的 神經病 你真是 有錢 你之後的問題 然後說什麼 如果 我簡單的問題 現在 香港不會有人派一批 我想大體上的事情都會說好的 不是 有些心思熟慮 就是派一批 之後怎麼辦 有沒有什麼代價我要付的 首先 他們會想 可能有些人會想 派了 可能你財政儲備是多少 派了之後 剩下這麼多 那之後怎麼搞 派來其實 沒有用的 但有些人會說 有一萬當然要先拿 然後 他們就會到財政儲備問題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為什麼你那時候不想清楚 但是他們沒有想過 你那一萬元拿回來 他們說 誰坐 這個是一個 就是 短期內 你跟我說 拋出一個議題 而那個議題就是 你要那幫人 去想一些 應該是你 去思考的問題 你拋了給全世界 就算碎了 那時候 他會答一句 這個不是我的責任 這個是全世界的責任 我講的在座各位 都是 廢物 的問題 其實這個就是 講了一些 民主政治的問題 就是 市民他想的事情 可能因為知識 或者眼界 他知道情報 有一個限制 所以他想到很遠 但政治家可能想到很遠 的地方 但市民看不到 可能會反對他 這就是民主政治 可能有一個問題 或是應該說 政治家本身 應該要做的事情 就是幫國家去思想 對 但問題 政治家想出來的方案 可能自民不知道 可能覺得 做來做什麼 正如你 看醫生 你身體有病 你要找醫生 你煮飯會找廚師 那政治家 suppose他的專業 就是去做一個管理好的國家 才需要政治家 但當然 二十張大運 這件事也不行 而他在故事裡 他走了兩個極端 首先就是 好像剛才所說 就是全世界一起決定 YES 到後面就是 多了第三個選項 交給一個人 去裁定 而這件事就是 其實 一件事就是 其實 獨裁者 其實 所有人是可以 我輸打贏 要 我交給你決定 到你壞了的時候 我沒有想過 你做得這麼壞 我suppose你做得很好的 你為什麼做得這麼壞 我交給你就是因為我信任你 這是好像老闆跟員工說的 我交給你就是因為我信任你 你和我做得一件事 那我之後怎麼相信你 我想那個正正就是 之前雪玲說 有些人是不去思考 這個更加極端 這個不去思考 那時是 我短視 我最多現在做決定 我之後覺得 這個決定不太對 我之後想起 發覺也是不太對 他經常放棄了思考 前者那個是什麼呢 錯 是一起的責任 總之是什麼呢 考零分 不是我錯 阿sir 你也有錯 你為什麼讓我考零分 這個是一個共同錯的問題 而後者的問題是什麼呢 阿sir 我交給你決定 怎樣 為什麼我零分 我不應該零分 責任變了不在自己的 雖然剛才那個例子 是一個很不懂的例子 只是說一下 但是那個案子裡面就是 那些人就是慢慢地放棄 什麼呢 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他們不是真的沒有所謂 這個才是重點 等同意就是吃飯 大家經常聽到 喂 今天是誰吃東西 沒有所謂 然後說M記錄 熱氣 KFC KFC 不是也是熱氣 那吃債 又太淡 我想正正就是 剛剛就說 夜行者說那件事 逃避了責任 逃避你 很多就是覺得 這樣是不好 這樣是 就這樣決定 不要想那麼多 總之 這個社會 其實你看到在那個 毛文裡面 在故事裡面 其實是停滯了 其實是 所以特朗普覺得 有些問題 但什麼問題呢 講不到 總之社會有些問題 就發覺是 故事可以看到 好像很奇怪的 故事走向 好像沉下來 是沉了 其實當一件事 全部都是向好的方法發展 所以你就要擔心 可以感覺到 風平浪靜的之下 就是暴風雨 而你看到 它更加形象化 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開頭出現就是什麼呢 因為每個人 偶然頭上都有一個bubble 當一些不同顏色的bubble的人 出現在社會的時候 他就說 先生 你很孤單 先生 你寂寞嘛 是不是需要安慰呢 寂寞的心是否要穩著呢 即是他那裡看到 慢慢地要 每一個國民 每一個人 他少數派會被這個吞勢 雖然到最後 好像怪獸出來吞勢 但你才看到 你會不會被他染成同一個顏色 不是 他不是染成一個顏色 那麼簡單 他是當流向裏面 大多數人都是這樣的時候 這件事是正確 而就是 他不是你 究竟你那個理念還是什麼呢 那麼多人都覺得正確 那就是這些等同意民間偏方 或者應該這樣說 我用這個染成的顏色 其實是太過溫和的這個說法 他基本上是拿油桶出來 把顏料撲到你身上 告訴你 你也要這樣做才是正確的 這樣 他會先解決什麼呢 你是有問題的 因為全世界都是這樣 而你做這件事 和全世界的基準不一樣 你一定是有問題的 不是對他做這件事 或者他那個想法 或者他那個人的其他事情 就是純粹說什麼 你跟其他人不同 其實這種就是一種意見者 對於不是大體上 意見不相同的人 會有一種排斥 甚至是抹殺他的存在 而接著去到極致的 就會就是說 那些人開始就是什麼 用所謂的群眾壓力 去掩蓋 就是思考 應該說 一些少數派的意見 這是衍生了一個最恐怖的形態 就是 吃拉麵 我想吃飯 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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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次 吃拉麵 好 正所謂的 問題剷除了 問題就不存在 不是問題解決了 問題不存在 個洞塞回來 就沒有個洞 沒錯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著名的問題 一個多數人的保證 就是叫做多數人的保證 就是說 一個群體裡面 如果多數人去決定那件事的時候 就是你的群體裡面 沒有變化 每一個議題都是對著他們認同的事情 去進行的時候 那麼少數派其實是沒有機會 表達他們的意見 一定會被人抹殺的 這個正正就是這件事的問題 我剛才開台說 你只要有八成人支持 那兩成人反對 你不用管他們 那些人永遠無法抬頭 那些人 你無論是誰 你除了贊成他們八成人的意見 可以獲得通過之外 你任何反對的聲音都沒有了 他不是考慮 應該說 變成就是什麼 你並不是在考慮這件事的核心 是不是這樣做 就是說 先過了 你不要管之後的問題 你哪想得那麼多 不過你是神來的嗎 你又知道之後的事 你又知道之後一定會這樣發生 我就買不是了 我想那個正正就是外星人 美杜莎那件事 他想做那個行為 有那個限制在哪裏 他一開始 當選 當選手上的時候 很多這些所謂的比較大的社會問題 大家比較多人 有那個共識 可以這樣解決 他還可以靠一個改善的方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 當社會上只剩下少數派的時候 你永遠就沒有可能 他有一個形象化的顯示 爆棚 當他吸收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就是什麼呢 他是容納不到 即你是沒有可能統一 人類是沒有可能有一個統一的意志 他總會是有異數的 即是他吸出來的 而且你見他敷出來的 那些全部都是一些同意意見 其實他叫做什麼呢 他某種意義上是 吃光所有人的意見 他放出了 贊同他的意見 即是什麼呢 小老闆給我 吃了 他有那個話 沒有那個話 神經病 你幻覺來的 那 這裏就是 其實 那個問題就變成 OK 只能夠就是 其實沒有所謂鑑隔身 其實這件事 而那件事就是什麼 社會流行就是 你可以相信人性滿善 但人性本身都是難的 可以懶 為什麼不懶 所以有顯身動 懶不是壞東西 不過問題 我看他流行就說 隨便一餐就算 我想這樣說 這一套 第一季的想法就是 人性是本善 但是人性需要鼓動 我會說他的答案就是 因為他那時候選擇的是 開一些cloud出來 用這個吉利時畫 好像玩遊戲的方式 去吸引人去做好事 然後讓他們成功 好像改造了這個世界 給他們自主行動的力量 對 你需要給他誘因 你看上貴 不是這樣的 他們不是出去好心 他們要賺點數 拿排名的是 有誘因的是 都不是完全虧心的是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沒有可能 老實說 貪拿是一種差的東西 貪拿是一個正向的能量 貪拿是 每一種生物的本能 我當然想要更多 有更多 為什麼不要更多 但是你拿得到 你就要相應付出 我會說 人性他沒有分 他做好還是壞 人性就是這樣 而他覺得可以做到一個好的方向 當然 這裏似乎不是很合理 在第二季 而去到那個時刻 其實就是 朱巴西就發覺了 為什麼社會會變成這樣 而那時也是 那一隻 紅白藍怪獸出來的時刻 一長晚 是吧 孤大人 是的 但是這個時候 朱巴西又說了一句 我經常在動畫裏面說過 應該說 經常我經常批評製作的東西 我努力過的 做成這樣 我想的 這個我也是說 努力並不是你拿來做錯一件事的擋住民 努力是你一個過程 你做任何事都要付出的 那你努力 我沒有努力阻止過你 那我的努力是什麼 用矮硬的說話說 新鮮牛都很耐用耕田的 給別人湯裡吃 沒有的 這套劇的製作組 不是想他美化這個理由 要告訴你 其實他想說的最後 都是跟樹苓講的有關係的 努力不代表 你所做的事情是對的 這正正是他爺爺想跟他說的 這件事 當然有一個錯的方向去做 其實想拉他回來 而他爺爺的位置其實是什麼 他爺爺其實是表達一個 一個意見出來 當然那個問題就是說 OK一個意見 你可以不同意意見 但是你應該要接納意見 其實最形象化 在這套東西裡面 其實一直是用一個動作 去說一件事 心呼吸 那個呼吸就是什麼 你吸收了其他人的意見之後 慢慢呼吸出來 其實他爺爺經常說過一件事 問心呼吸不應該這樣不行 然後他們會問為什麼不行 然後爺爺是不回答他 你自己想吧 為什麼不行 不是我答你為什麼不行 就是我答你那個是我的答案 不是你的答案 我現在只是說一個方法給你聽 可以這樣做 我想那個 我很喜歡這個 他illustration的地方 就是第一 有兩個地方 一就是正如剛剛樹齡說 就是 他爺爺的說法就是 你吸得太多外面的空氣 但是沒有自己消化過 敷自己的空氣出來 而接著的形象就是 Durasa 他自己 脹了 他根本是消化不了 沒錯 而且他不會消化 第二就是 Subasa這個角色的性格 一直都是說 身體被一個思考先行動 就是他是一個很衝動的人 這個心呼吸的動作 其實正正是一個被他冷靜了的 停一停 停一停一想 而且這個角色 我都覺得很深刻 就是他講到一個日本戰爭的歷史 他作為一個歷史的見證人 就告訴你 當我見到一個國家 完全被氣氛所包圍 去到那個狂熱軍時 其實大家做的是多麼不理性 國族主義這件事 其實是一個多麼恐怖的事情 他就見證到 所以他就覺得 現在這個國家 其實並不是一個好的路向去走近 你這樣說 社會全部人 都好像同一種星金 做了一件事的時候 是很恐怖的 雖然是戰爭還是反戰 全部反戰都很恐怖的 不再戰爭 不再戰爭 而他呼應 應該說什麼呢 他二季裏面 他救了一個角色 是 追追大人 為什麼呢 因為追追大人一直給的 他都是一些詩句 他需要你自己解讀 其實他要你思考 追追大人 其實他的意思是 我不是給指令你們 其實我一直沒有給過指令 你們去怎樣解讀我的指令 你們去認為這件事是怎樣行動 他是給了一個方法出來 所以其實他某種意義上 在第一季裏面 第一季裏面 我們經常都覺得追追大人 是一個 就是 你走 劇情推罪的角色 但是 我想那件事 正正應該符合番薯然你說的 就是因為在這一季裏面 你見到 唯一肯思考 JJ大人說的話的入 就是小初 而小初最後真的可以找到 這個解決 這個現代答案 所有人都有 而代名詞 沒有思考的那個人 是Piper Piper說 指令呢 沒有指令 你騙我甚至也有思考過 Piper真的沒有思考過 不是 作為他們的隊長 他每次下一個 好像疑似詩句的指令的時候 他第一句話就是 你可不可以簡單一點 不是 不是 JJ大人 不要人事了 其實Piper也挺有趣 Piper這個角色正正就是 看見 他是一個 一齊吉祥馬 第二 他反映到其實 他也是一個很隨波續流的人 那個時候看到好就好 他看到不好 好像也不太好 他反映得最快那個 甚至可以說他 那就是聖母仔 不是 他是低層的聖母仔 不是高人的聖母仔 但有一件事可以形容他是 跟車太貼 哈哈 而其實你看到的 吉祥名裡面 其實已經是包含了所有的 首先 剛才我們講的Piper Piper Piper其實就是 那六成裡面的一般市民 然後跟著什麼呢 小燕大家 你會認為是什麼 那個 場外派來的 不是 他是沉默大多數 哈哈 他除了說 悶悶不樂 好悶不樂之外 他都是 他不能笑 又是 大家一起笑 然後笑 他不開心 他永遠都不開心 所以我要提現出來 他根本就是一個沉默大多數 他沒有表達過意見 但你看到就是 他又不滿 我是不滿意的 如哥 不過忍你 你忍住你 他不是一個行動派 吧 那句我是我的 然後 青莉那種是什麼 他是最低層的2 他一起喝酒 一起吃 有鯉 是沒 relates 你第一課 他是背骨化了 不是 我認為他是有自己的意見 他有行動力 但他不能夠能力 我感覺上 實際的說話是甚麼呢 他知道應該怎麼做 但他不做 他屬於聰明那群 但當一個聰明人不做事 其實他跟一個普通人是沒甚麼分別的 我看回第一季我覺得他是這樣的人 你看到每一節下Gmail做的事 他雖然覺得這樣做是不對的 但他心裡認同 其實Gmail做的事都是對事情導向好的方向的做法 但他就不會 我不會說他有沒有能力還是有沒有一個決心 我可以這樣說 驚雄兩國不是人吧 都是追女子之後馬上去 這個是腐化了 他被女子追 神經病 那女子一走就馬上回來了 是不是有女子真的不追 我覺得他一個很正常的男人 他犯了所有客戶的人會犯錯誤 OK 而這個話離開小表題 你這個話要諒解他的 你看看《吉祥命》裡面那些 喂大哥 我跟小聰說 這傢伙是神人來的 我隔一條尾去都知道 怎麼拍拖啊大哥 在他面前說想送給他 你都送不到給他的 一個是羅里一個是電魄 很難搞的 很苦悶的人生 正直春華年代的大學生 應該要出去外創一下 還要曝光的Hero 老實說要風得風 要雨得雨 老實說 有女兒不是不追 你去Ironman也要下級追女兒吧 而你說在裡面 當然阿雷 他是一個 剛才我們一直說 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他是一個改革者 他是一個 阿象就是一個 現實主義者 你可以說是 他是提出問題的 他是要轉的 而裡面你說唯一叫做什麼 最不明顯的就是Od Od其實 Od應該算是中立外面 他不需要發表意見 他不會參與 根據能力相關 我很難定義他是什麼 其實我還未定 在開戰前 我還未想到 其實他用一個什麼 去套下去他那裡 我感覺上他是一個 龐敗的角色 即是他事件的進行 怎樣進行都不會影響到 因為他那個角色 跟小初那種 那個定位是一樣的 但是小初是行動派 他不是 他是旁觀派 我想Od從第一個和第二季都是一樣 他做的那樣是一個 開導者的角色 我不會完全說他是一個導師 但他是令人冷靜 去想清楚的人 你想回第一季都是 他也是 他跟Piper說 你是不是真的要看著這件事 喝啤酒什麼都不管 你不是的 他這裏都是 他就說你不能這麼衝動 你要冷靜思考一下 其實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最終得出來的答案 他只是一個旁觀者 他就是我真心的 他處於一個絕對客觀的環境 那你想像是 其實應該是 當你一個人 一下子我知道要用力量 我去破壞一個星球的人 你應該要做一個旁觀者 他是客觀去看那件事 就是說 我不能夠參與 我不會參與其中 當他一有主觀的衝動 他可以有這麼大的破壞 我想他都會想封閉自己的主觀 的確是 有錢的一些 李嘉誠 不是啊 李嘉誠絕對不好些 我撤枝全世界七震了 我不能亂來 撤枝 撤枝 特別讓李嘉誠跑了 去到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 社會流向裏面 就是因為 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因為你交給他決定 交給一個人決定 而那個人做錯了之後 你就會去批鬥這個人 總之一定是他錯了 總之不關我們事 我們交給他的時候 我們沒有想過 他們從來沒有提過這個問題 就是說 為什麼他會做這件事 因為你賦予權力給我的 當然沒有說 做那個人固然是他有錯 但是 賦予權力的人 是不是沒有責任呢 並不是沒有責任 那個最諷刺的東西 就是那個風向 就是這個 氣氛流向這個東西 就是來又如風 去又如風 上一天 還在說 這個人真的很好 他代表了我們這個美好的社會 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少數派的人 我們不需要保留 下一秒就已經是說 這個人真的厲害 然後再下一秒就是 再下一秒 你又看到就是什麼 到了洗澡的時候 就說 這麼殘忍 我叫你殺他 我沒有叫你分屎 我覺得最搞笑的是 鏟頭髮那個 靈木 他出了監獄的時候 用的手法就是 如何改變這個社會的氣氛 其實用的東西 是很簡單的 其實他不是一份報紙 我覺得他告訴你 就是甚至我不需要報紙 我這個年頭 我知道網上 一個鏡頭 一張照片 一張照片 我就可以搞定 對 好像歐洲有個小朋友 躺下了 搞定 不是 他那種就是以指之矛攻指之盾 就是那種 用回利用的武器 來對付自己 其實這套 我覺得是很高的一件事 我們由開頭 第二季開始 你要覺得 Jubasa的理念 很討厭 進而就是 到了他支持 Dulasar的時候 Dulasar的行動 會令你覺得討厭 然後去到最後轉移就是 你覺得 那群這樣 KF的市民 很討厭 但這個時候 劇情告訴你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都很討厭 是的 直前瞻就是 帶到了這個位置 那時候 劇情最後一句就是 你這個演員 你做錯 我做錯 你做錯 大家都做錯 笑什麼笑 你都一垃圾 全部都一垃圾 沒有的 沒有的 這是一個對的理念 就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就是人 其實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在這套 裏面做得挺高 它是將你的 厭惡情緒 不停慢慢轉移 而你轉移到最後 你發覺就是 那個就是你 因為其實這套 動畫裡面 每一個劇情 每一個人 都在找錯的源頭 想想先 這件事做錯 還是那件事做錯 那件事做錯 我自己做 其實是你自己 其中一個源頭 就是你 他真的指著螢幕 你呀 螢幕比你呀 你做這件事 不過很幸運 至少在動畫的世界 裡面 真的有一個聖人存在 那我們就是聖人初 這個聖人初 他繼上一次 就將這個 以強大的包容力 真的名副其實有廣闊的胸襟 實在刪我入他的胸 以後 與不懼何以罪天下 對 這次就是 玩這個犧牲自己 就被自己打殘 而呢 其實 有些人會覺得 其實阿初 其實他都沒有解決任何 但其實什麼 他不是解決任何 他是拋出 某種意識來講 他在做 就是 一直想做 人類隔身的 某種意識 其實也是Hero 做什麼 Hero的定義 並不是說 你有什麼時候 我來救你 這是一個很表象 形象化的 其實這樣 其實你在想什麼 阿初說的英雄 其實是一個領導者 等同於是什麼 你看 雲觀人類歷史裡面 帶領人類進步 或者是改革的國家 那個 你稱為他是什麼 英雄 其實他在說 阿初說的其實是那一種的英雄 並不是 有靈力者 事件發生的時候出來救人 那種 嘩! Spiderman啊! 那些 那些叫消防員 或者是警察 或者是護士 這就是社會的問題 就是有事 就先出來救人 那沒有事怎麼辦呢 你不用想辦法 才支持社會 讓他變成一個沒有事的社會嗎 有事出來救人 即是消防員 你每一個人都會做英雄 為什麼還需要 吉祥明的能力呢 但他回答你就說 不是 其實我需要吉祥明 因為他之後的回答就是 因為吉祥明在這個人類需要我的時候 我會懂得去拯救人類 而他的做法就是犧牲自己 在這個關鍵的時間點裡面 他會去做一些事情 令到一些事情回復 即是回歸他應該要走的道路 不要走歪了 但這種力量並不是說 他不停去 應該說什麼呢 你不停去看著他引導你 就是你可以依靠他 人類並不是這樣 英雄不是給你這樣做 英雄不是一個隨前隨到 24小時的便利店 是 一個你發出一次 總之 其實你看到很多英雄片 你常常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是呀 他是英雄 我老爸死的時候 你來不來救我 其實他可能在救另一邊 他可能變成 喂大哥 那個人在街頭 你在街頭 我懂得分身嗎大哥 但他就會 這也是我最初的呼應 他就認為 你這個英雄單位 你應該是萬能的 你救不到的 那你就狗熊 你說什麼你是英雄 你說英雄 英雄好像說過一個問題 英雄你只有一個對手 你救了多少個 就是這個問題 而他那件事 他其實是領導 阿初實際上他做的行為 就是給你一面鏡 照照你的臉 其實他做的就是 揭穿了一個氛圍之後 告訴你裡面殘酷的真相 就是這樣 你實際上是想打死一個人 而那個逆轉點就是 他們在那裡說 哇 你們這麼殘忍 然後說什麼 然後對著說 殺了他 然後我深信 你現在去寫營幕後 就是說 殺人而已 我叫你們 分屍 你 如果這個議題 如果說不逆轉 然後他就說 肯定會有一個議題 他就說 我覺得吉祥明應該受管治 萬一下個分屍那個是我 那怎麼辦 我想最諷刺那件事 就是他們投票的時候 按那個按鈕 就是把一切都交給吉祥明人 這個也是最不笨 現在就是什麼 我交給你 我也是剛才那個 我不要叫你分屍 我死了 打毒針行不行 你可不可以抓住他 混他去街頭 傳他上太空 傳他上太空就算數 或者說人道一點點的方法 其實很多時候 這些位置就是 有些人會想到人道的問題 嗯 去到這裡 其實我覺得最形象化的東西 就是說 他演這一場戲殺 Duraza的時候 就是小初這個 扮演這個 假的Duraza的時候 其實你看到的就是 開頭他們叫做什麼 他們是希望 改革 將國家重回正軌 然後跟著 他在說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跟你說 人呢 不應該這樣 這個也是我當時說 革命是應該的 但不應該殺人的波 就是 去到某些關鍵位的時候 他就要跟你討論 一些很小的人性問題 去到那些位的時候 你不能解釋 當然這樣說 其實他那條問題 其實 他有tricky位的 應該怎樣處置 這個字眼 其實是有患味成份的 其實是有 為了這樣說 其實我反而很深刻印象就是 就是我們一直都在說 就是不論是這個 外星人的美濤沙也好 橙頭髮那個 靈木也好 一直都是在玩的一樣東西 就是我用這個Social Media 我用這個鏡頭裡面 拍著這些片 我用這個投票的方法 鼓動人 其實最後一條命 都是在用同一個方法 我直播著這件事 我玩投票 我會令你被這個民意風向帶走 但他可以用這個方法 真是以此之話公子自盡 這次 他點出來給你聽 其實你在做什麼 他給了一個很強烈的衝擊 就是說 這件事是你們一手造成 你交給我決定 殺了人 你們覺得殘忍 然後殘忍那個其實是你 然後你們殺了什麼 我們演了一場戲 告訴你 這個就是你們希望的結果 你們滿不滿意 嗯 我想那件事就是 一直都是由第一、第二季都說的 就是工具本身是沒有罪的 但是人是需要想自己 怎麼用那個工具 或者他更甚至 他更加雲觀的一件事 叫做沒有善樂觀的一件事 就是 你可以做任何決定 而這也是正正反映 就是最終他們拋出了一個新的問題 就是 Durasa究竟應不應該 給他留在地球裡面 其實你看到的就是 這份不是很顯著的進步 很多都是說 這群人也不仿認 可能有人都是隨便亂按的 或者是 好像議會那樣按錯制的人 那些人 哎呀 按錯了 或者忘記按的人 睡了睡覺 這件事其實是什麼 這件事 可以說 去到天方地老也好 只要人類的物准 仍然存在 人類就是這樣的 不是 其實最後的圖表 我覺得他也反映了一件事 你看過圖表 他那個百分比其實很久沒有出現過 就是之前幾次投票 其實都是壓倒性一面 八成或九成 甚至乎是贊同某一面的東西 但是你會看到 其實這些人開始醒過 真是以自己的思想 因為其實他那個投票 跟以前的不同 他今次最後的投票 他給一個月試一下你 你慢慢想清楚 你才去投票 所以其實那個結果 我覺得都有一層含意 就是跟之前的投票 做了一個對比 而且中間裡面 其實一個叫做什麼 有思考的過程 就是等同於一些政策 所謂叫諮詢 為何要諮詢 那些人是要消化的 你突然間提出一個問題 要不要按這個按鈕 按了我就寫了飛彈 他去射爆他 告訴你 10秒鐘時間 100個問題 回答你 沒有5050的 那個問題就是 你一個人 尤其是你講思考的人 又說 又快又慢 這個世界不是 人人都轉數這麼快 可以一瞬間 就想好 前因後果 第560幾個 個個都是白旗 我都想穿了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 你看火鳳裡面 百旗只有八個 我想 正正就是 就算 小初 吉祥明有一個 想用這個方法 怎樣才是 那些人的時候 都無可避免地 他在做的所有事情 都會對風向有影響 對氣氛有影響 而小初 跟他們不同的地方 就是什麼 小初並不是用他的高度 去丟一條問題出來 他們之前那種做法 就是什麼 一加一 我現在不是問你一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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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等於原意 現在小初的問題是 一加一是等於什麼 就是它是逐步逐步來 或者是它降低了高度 告訴你 你們這樣去想這件事 簡單一點 它真的是一個人 它真的是一個引導者 它給了一個月的時間 就是告訴你 看到人們一開始 還是有一個很狂熱的氣氛 就是我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 成熟輕動了情緒 我要幫小初 我要趕他走 就是之後 慢慢過了一些時間 人們漸漸就覺得 我可以冷靜去想想這件事 這個就是那個時間 所以啟發性 那一個重要的地方 而裡面 你也看到 在那一個月裡面 有些人去做的 是什麼 小初躺下了 我來探望他 他在做的是什麼 你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不是想這件事 他躺下了 我們當然應該探望他 這些是叫做什麼 其實你看到 人類其實就是 不停地做一些門面功夫的事情 但那些門面功夫 其實對這件事是沒有幫助的 但是看上去 就覺得 嘩 很 nice 很正面 我會說是 我知道大家都覺得是好的事 正如一開始 為何美努沙去選手上 他要他扶婆婆 這件事可能沒有什麼 很實際的作用 但看起來很正面 不是很重要的 如果跌了一隻 我睡在眼裡 我去探望他 會跌下去 這樣 有人會記仇 阿翠發生 誰來探望我 剛才 要好好慰問他 對 拍片 好像說 有一個人 跌倒了 你不要管他 你又跌倒了 你應該扶他 這個叫做什麼 那些人認為 你作為一個好人 作為一個有良心的人 無論這傢伙怎樣大奸大奸都好 他 跌倒了 他跌倒了 他跌倒到地上 你都應該扶他起來 這是最直線的道德思考 是那個道德思考的問題 只要你不做這個道德思考 但現在的項目是你不做這個道德思考 你就十我不捨 你整個人告訴你 你喝杯水也會有錯 對 我覺得你喝杯水的樣子很狠 為什麼 你沒有扶他 你沒有慰問他 又怎可以讓你有這個位置去坐 就是因為 你連這麼少的行為都做不到的話 你何以能擔重任 但問題是有表面 其實 但他有能力 不過不行 我覺得你不扶他 是不行 因為他沒有道德能 這個也是我剛才提出的 他的職能和他個人的操守 是有關係 但不是一個絕對對等的關係 即是他可能有句話 如果他經常都不扶阿婆過馬路 那些事情 或者經常 經常 說阿婆出馬路 你可以說 這傢伙真的挺艱險的 會這樣懷疑他 但跟他的工作能力 不是一個絕對的 例如你見到一些人 經常說錯誠語 你都會懷疑 其實他是不是說話不經大哥 或者我怎麼思考過 你都會有合理的推測 即是你可以這樣推測 但你不能絕對肯定 因為他這樣而不懂做事 或者相反 很多人都是用一兩件事 覺得他反而好做得事 當然 如果你累計到一定程度 那的確是一個必然的關係 這就是關乎人 如何認識你一個人 我看你的人 可能是看你全面 可能要認識你十多年才知道你全面 可能都不知道你全面 你一兩個比較重點的地方 就當是全面的表現 這就是人的認知問題 會是 所以最終你說 這個故事裡面 一個月的投票出來之後 人類是不是有更新的呢 其實可以說沒有 其實 或者是沒有絕對的關係 其實應該是 人類估計 人類估計 幾萬年 不是估計 但他最後的投票 最少比他之前 那麼多下投票 已經深思熟慮過 或者這樣說 我們經常會拋一句對話出來 人類總會犯重複的錯 不要再拿阿寶出來 阿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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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不是阿寶的對話 阿寶是用這個對話 阿寶 阿寶 你可以休息一下 好不好 不要再拿阿寶 這件事 你見到的是 人類在不停累積 累積失敗錯誤 令到自己 慢慢去進步 而每個人進步的方式 或者進步的時間 亦都會不同 在故事裡面 其實它是反映著這件事 你見到有不同人的進步 亦都有一條 彈散就是 依舊顧我 我講的是誰 就是阿寶 我講的是什麼 依然是世界無平 我講的是 噢 是阿 那一刻真的想看著 精神病人的表情 不要說阿寶 我講過他的優待 戰鬥畫面多了 空戰版面多了 我想講的是 帳幕每一次都是 先是第一階堂 敵人打完之後打死 那個人 從第一階到現在都是這樣 你明白 全部人裡面最差 一定是他先打 其他坦劫一出手會贏 不是 他那些都是行動派 說戰鬥的時候 他就會第一個衝出去 整套劇裡面的劇 他這些理念 你可以說 沒錯 他沒有一個答案 而這件事 其實這件事 不是一個答案 就是 他的現象 他表達到就是 這樣就一定會發生 這些現象 老實說 大家聽我們討論裡面 我們可以舉出 大量現實的例子 不是動畫的例子 是現實的例子 就是這樣發生 我想他用的東西 通常一套動畫 或戲劇的作品 不是需要給你答案 而是需要給你反思 即是他幾個說話 你想想 因為他的主題 其實不是給你答案 想想 那個主題反而是跟你說 你要自己想答案 其實他所說的 如果他唯一教你一件事 就是要自己去思考 到最後阿爺都教阿杜蘭莎 吸呼吸 吸呼吸 就是呼吸 用回一點點 如果巨人是一套王家衛式的 這套是一套很踏實的教科書 告訴你 指考阿 很慘 拿來開刀 都算是一個很精彩的教科書 我會說他 不免有一點點對白是有些雪教 但不是去到硬質 一些念頭給你 然後接受那種的情況 我不知道其他主題 看那個時候 因為我看吉祥明的時候 其實我的腦袋真的不停在轉 我也是 當然是他整個主題風格 令到我會做這件事 但有些是很不其然 為什麼會不其然呢 因為很現實 因為你 我想每一個 我想你只要生存在一個社會裏面 你就會發生那些問題 而他出來的就是 大多數情況 或者是很必然的情況 必然是會發生這樣的事 他裏面就是 你去墮入那個角色 或者墮入這個事件裏面 你去感受這件事 再說 其實我是不是應該要這樣想的呢 這套東西我覺得是最成功 濃縮得來 老實說 十三集 一季 一季 我們經常都給很多理由 一些動物說 只有一季 不夠做 不夠做 我明白的 我們經常都幫他們開血 要勇氣的 我知道 要勇氣的 一季 一季不夠時間 因為主力太大 難三難四 很多人 但我覺得這套東西 有一套 打完 並不是做不到 我想那一套 一套不是一套 字字珠基 每一句都是金句的戲劇 但他那一套 正如你所說 一個是現實中 我都會看到那個衝突 因為這一套劇 不停重複那件事 就是一些理念上 我有不同的想法 我有不同的見解 我們中間因此有衝突 但怎樣可以導出一個更好的結果 這個現實的公民社會 也是有一個出現的情況 所以才會這麼真實 讓我看著這套動畫 然後反思 在我現實中 其實我站在什麼位置 我正在做什麼 而這些衝突 其實它是替代了 整套動畫裡面的一些戰鬥 其實它是一個形象化的戰鬥 應該是這樣說 戰鬥並不是說 兩人拿著拳頭 不斷片大家 或者拿著刀 不斷片大家 就是戰鬥 老實說一句 看完第一季都知道 這套動畫的重點 真的不是打鬥場面 但是你不要說 我也是那句 它玩得很好 它的戰鬥畫面 依然是很高質 但是它的戰鬥畫面 高質在於是什麼 它會流 你看到幾場的戰鬥 我可以說 動作有沒有偷 它動作有偷 埋伸肉博比較少 但是這套動畫 有一個很聰明很聰明的做法 我覺得 大家都不可以質疑 但是 它分鏡和運鏡 是做得很好的 所以它是用那些 補完動作不夠 而它用那些 補完動作 你會覺得 那個動作是流暢 因為從上跳到以下 又打它 它沒有出拳打力 那種動作 你會看到很少 但是它是用那個分鏡 去告訴你 動作就是這樣去顯示 它的日文就是3D正確 類似3D的一種 是CG 當它變了吉祥明之後 那些是CG 所以我覺得 它可能被了一些重力的畫面 其實那些吉祥明的造型 其實都設計得很用心 但真的很少有這個細節的微寫 我覺得 那個 它反而 其實 它這些我覺得 是少少美劇的技巧 就是 燈很久 其實現在也很流行電影 你也看到 它有那種能力 應該說 你看這套戲之後 就已經知道它有這個能力 但是它一直都不用 就是它是吊著你忍 吊著你忍 吊著你忍 然後用 但是最重要的是 用那一刻 你不要突然插水 那些 但是 它也是這樣 去符合了那個期望出來 我覺得 營造到 在這套動畫裡面 這套我非常讚的 不好意思 大家是 做到 我是很期望 格澤民那個出現 就好像 我很期望一個Super Hero出現 而那個Super Hero每集都出現 等於美少女戰士變身一樣 他每集都變身 你不會覺得感動的 就說 你會覺得是禮行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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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升天啊 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有很多動畫應該要學 可能他學到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他處理那些資訊量的東西 而且在每一集 我自己看 我才看了 現在才看了一半的這套劇 原來才知道 為何自己看了很多東西 已經 他看的話題的進展很快 講的內容其實可以很多 但他處理得非常好 他處理到很清楚分明 每個人有這樣的想法 他們因此有這樣的衝突 這個是很重要的 而我叫做Gataman 我兩季 其實我用了兩個不同的方法看 我一季的時候 其實我是每個星期最 我這次其實我是 當我做完新番介紹之後 其實我停了 我原來跟著 其實是之後一次過看的 但 是沒有塞爆的人 是塞不爆 即是應該說 他的循序漸進的形式 他是塞不爆你的 我覺得這個 就是看這套劇 我覺得是高手到 我覺得這班製作群 真的 我覺得是一流 簡直是 當然不用拖鞋了 重點是幸好這套好作品 不要上次的滑鐵爐 搞到作畫壞了之後 現在都繼續有錢做第二季 而且都繼續好水準 對 所以最重要的是 不是有些是 有些好作品之後 一出第二季 第二季就爛到飛起 我們應該要感謝那一套 完全爛得很厲害 要搞到票房慘淡收場 真人版小飛鴻那部電影 因為這部Gutjerman Karlsbunner 是在宣傳那部電影 現在那部電影就要收檔了 反而這套就拍到Season 2 應該要感謝他 我應該都要 當然 其實我們每次 其實我們一季都說過 他發的問題 好像很難做第三季 但是其實 我們那時候也說 很難做二季 其實這套 我們有講過 他做到一套二季出來 現在這套二季 他用一個更加 這個涉及範圍更加廣 真正的群眾 不是一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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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單一個事件 是一個國家的未來 他其實是跟第一季說的 是差不多的 有少少上次的 大範圍 有更加大的層次去說 因為第一季 人類他們可能 隨風起控 這些亂真性 可能大家都有 那是OK的 但第二季 就是人類他們可能 懶懶懶懶 我不管 隨波逐流 其實是沒有變過 你不能肯定它是差 但又不是特別好 整個社會的制度 溫了幾千年的人類 都是這樣的時候 你怎樣解決問題呢 而事實上這一點是好的 因為這些人類的本性上的事 其實應該是說不完的 事實上很遠 而這個問題 當然你說 其實 我們以前也說過 有機會有第三季 因為現在是二季的就是 三季就應該是 總裁X 總裁X 總裁X就是負面 我當這個題目 奧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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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人工智能 認為人類應該 總裁X是甚麼 人類是永遠能夠計算 你應該要怎麼承維 你這裁實在 總裁X今季是親自找人 打電話去找 阿…阿…阿… 阿…阿…阿… 啊…阿… 阿…阿… 阿倉 阿倉 你負責 你當時 阿倉都心自負責 總裁X親自找人 是 其實這裁實在是甚麼呢 X開始有一個 所謂的個人意志 是獨立意志 因為之前他一直都叫做是受阿雷的指令去做 所有事情都是阿雷只要不發出指令 或者他會詢問阿雷我是不是應該 好像今次這樣 我是不是應該刪除了管先生手上的不好的留言 然後他都會問 但他現在叫做什麼 真正開始就是自主運作 他之前是一個建議 好像軍師那樣的角色 他真的是一個支援型的人工志 但是你見到就是他今次 其實你見到就是他在今個季的季 他用了很多其實他開始很人性化 知性生命體化或者感覺 不是一個人性化 雖然吉祥曼和以前的吉祥曼 沒有什麼特別大劇情緒的關聯 但也有些提供的東西 所以為什麼剛剛會這樣說 因為第一季生貓這個角色的名字 其實就是第一季吉祥曼 即是九吉祥曼裡面的奸角的名字 第二季今次海星人 就是第二季吉祥曼裡面的奸角的名字 第三季就是X 所以有第三季 老實說 他現在給我出來的期望是很高 因為很顯然就是 製作群是有花極大的時間 他有想法 在這一點上 我相信是 這群人是很有能力 在這方面做這件事 會給他絕對信心 或者是很有心 其實是很有心去製作這個動畫 他一定是今季最好 他必定是今季最好 而老實說 我一直都說 我是極度支持這一套的作品 又原創 質素又不差 我覺得質素 質素何止不差 已經是不可以用不差的形容 是要買Blue Wave的形容 是極度好 買吧 買吧 一定買 買到買 買到買 所以我真的很推薦大家 沒看過第一季 可以找回第一季來看 一二季一次過看 不過要看完兩季 因為第一季講的 第二季繼續講 循序漸進 這個我覺得就是 如果付不起錢的 遲些問說寧借 有關我事 你會不會 去日本 你會不會這麼慢 那你也會欺負我 那今天的節目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